子疾病 子禄使门人为臣 病见 曰 久已在 游之行诈也 无臣而为有臣 无谁欺 欺天乎 且于与其死于臣之手也 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 且于纵不得大葬 于死于道禄乎 这是说孔子的修养 由第一段话看出两点 第一 可见当时学生们 尤其子禄子贡这些人 对孔子的尊敬 以另一个观点来研究 我个人经常认为 这里特别提醒大家注意 我个人见解不一定对 只是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孔子了不起的地方 除了他的学问 道德 修养以外 我以前说过 他在当时的确是可以推翻 任何一个国家政权 取而代之 但他绝不这样做 说到取而代之 我们讲一点题外话 读史记 刘邦和项羽两个人 分别看到秦始皇出巡的那种威风和排场 项羽看后 对朋友说 彼可取而代之 用白话说就是 老子可以把他拿下来 我来干 刘邦看后则说 大丈夫当如是也 用白话来说 一个大丈夫应该做到那样 才够味道 根据行为心理 同样一个观念 但两个人表达的气度 就完全不同 一个是非常粗犷的 好比你坐在椅子上 一个人走进来 把你拉下来 你下来 我要坐 而另外一个人说 这个位子 可以让我坐坐吧 然后坐下来 气量就不同 所以 我们读历史 这些文字上的要点 应该特别注意 我们回头再说正题 孔子当时那么多门弟子 而在那么少人口的对比下 等于现在一个非常大的党组织 尤其在孔子那个时期 春秋战国的变乱 已经那么久了 他又有三千弟子 都是各国的优秀分子 政治 经济 军事 各方面人才都有 只要稍微动一动 任何异国的政权 他都可以取而代之 但孔子始终不干这种事情 为什么呢 他认为这样 影响并不久 不是千秋万代的事业 要影响的悠久而博大 不在于权力 而在于文化和教育 在这节书里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弟子们对他 简直捧成了一个大党魁 所以 后来儒家称于孔子为 宿王 这是真正的王 所谓宿王 是没有土地 没有人民 但只要人类历史文化存在 他的王位的权势 就永远存在 称孔子为宿王 等于佛教中 称释迦牟尼为空王 是同样的道理 不需要人民 不需要权力 而他的声望 权威和宇宙并存 第二点 看到孔子本身 始终是一副救人救世的心肠 并没有把富贵权位 当一件事情 这里说 孔子有一段时间生病 子路就把同学组织起来 把孔子 视同一个皇帝 或社会组织的领袖 而叫同学们为臣 好像是层层极致的部署 这里的臣 是阶级的观念 俨然显示出 政府组织的味道了 后来 孔子病好了一点 知道了这件事 就感叹 久已在 他说 我病了这样久 在这段期间 游也行乍也 他就骂子路 你怎么光做些欺骗的事情 自己欺骗了良心 违背了道德 无臣而为有臣 我本来是个平民老百姓 又不是帝王 为什么把同学们组织成这样 把我变成这样 无谁欺 欺天乎 你骗人 这个罪过可是我背了 我本来是老百姓 你硬把我变成这样 这不是骗人吗 骗自己 还是骗天呢 看到这里 我们有个感想 这感想要从经验来 我们发现 有时候 当一个领导人 往往会被部下 惯坏了 捧坏了 根据过去的经验 我们自己并不想这样 下面的人 会把我们捧成这样 尤其是年轻的朋友 要注意了 假使将来有那样的地位 要留心被别人捧 到了那样地位 别人都说你的话 说得对 都跟你说 是的 那这时你要考虑 不要给人捧坏了 历史上有很多人 到了某一阶段 会昏了头 就是被下面捧坏的 还有 当一个领导人 自己要想下台 下不来 下面的人 不让你下来 像有位工商界的朋友 不想做 我劝他说 你做做好事 你现在关门 是舒服了 可是你要想到 你下面 有一万多员工 加上他们的家属 有好几万人 靠你吃饭 你不能说不干 我劝他 不要以工商的观点 而以社会事业的观点 继续做 这样就伟大 所以 人到了某个时候 自己想下台 有下不了台的痛苦 我们回到正题 孔子说 无谁欺 欺天乎 用土话来说 就是 你为什么替我 摆这个臭架子 反而替我丢了人 这个意思 从这些地方 可以看出 孔子的态度 子路对他恭敬 而他责备子路 当然 没有像我们那样 用土话痛快地 骂子路一顿 他反而是 引咎自责的态度 觉得自己 没有把子路教育好 所以说 无谁欺 欺天乎 下面 有深述理由 且 与 与其死于 臣之手也 无宁 死于 二三子 之手 乎 他说 我与其 以君臣的关系 死在 臣子的手边 还不如 以师生的关系 死于 你们学生的手边 更好些 这个话 假如没有到那个位置 去体会 是不知道的 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过 有些帝王 死了好可怜 曾有好几个帝王 死了以后 尸体发臭 生虫子了 没人管 几个儿子 去争着当皇帝 真还不如一个老百姓 明朝的崇祯皇帝 最后亡国自尽的时候 拿起宝剑 要杀公主 公主年纪小 跪下来 问自己有什么罪 皇帝说 你没有罪 错就错在 做了皇帝的女儿 这就同南北朝时 宋顺帝 刘准所说 愿后生 世事物生帝王家 是一个道理 所以 一个人 死得光明磊落 痛痛快快 很难 由这一段 看到孔子思想的通达 他意思是说 为什么死还要摆这种排场 第三点 他告诉子路 你怕我死后不得大葬 就是国葬 公葬 得不到你们认为死后的光彩 我们经常看到 生容死哀四个字 生的时候 相尽了荣华 死后的荣耀 就是 大家都会哀痛 可是 我们现在到殡仪馆调丧 有许多人在那里 已经没有哀痛之情了 孔子这里是说 我虽然不得大葬 没有生容死哀 与死于道路乎 我也没有惨死 总是寿终正寝 我们常常看到符文上有 寿终正寝 这四个字 但现代往往与事实不符 因为现在的人都是死在医院 有几个寿终正寝的 古代说寿终正寝 是指死在自己的房间里 断气以后 才抬到正门的大厅上 所以是寿终正寝 现在都死在医院 送到太平间 哪来的正寝 还有现在的殡仪馆中 有许多太太 玩丈夫 儿子 玩父母的晚连 都不合理的 因为照古理 自己是当事人 没有心情 在文学境界上 作诗作联 所以 亲人 是没有晚连的 若是自己不会写 有别人带写 更是莫名其妙 晚连 要与死者有感情 才晚得出来 与之毫无感情 怎么代写 有感情的自己写 很简单 白话的 你死了 我也快来了 或者 你先走一步 我会跟来的 你安心地去吧 这不是很好吗 所以讲到中国文化 目前许多地方 都是问题 可是 我们在这里 看到孔子 对于他自己的生死 却看得非常平淡 对于他自己的生死 对于他自己的生死 还是不相当的 在那儿 那个生死 就会看得到 在此 他自己的生死 他们才会看得到